拜登想借四方峰会来疯狂一把 但是却因为荒唐的表现将其变成了一场喜剧 霸权行径难也衰落之势 大家好 我是马超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美国最近上演的一场喜剧 拜登这位美国即将卸任的总统 似乎是想在最后的时刻疯狂一把 于是就在他的老家私底召开了 这个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然而这场本来应该是充满一个严肃政治氛围的峰会 却意外的演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现场 那么拜登怀斓着打垮中国的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妄图通过这次峰会来强化美日英澳联合对抗中国的一个同盟关系 同时通过把自己的小弟拉入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这种充满霸权主义色彩的企图 从一开始就注定他是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的 但是真正让这场峰会成为笑柄的 是拜登在这个会议过程中的一系列的荒唐表现 那么当他向记者介绍参会的各国领导人的时候 在介绍完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之后 他竟然突然就大脑短路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印度总理莫迪 他甚至在现场就大声的问起来说 下一个要介绍的人是谁啊 现场是瞬间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沉默状态 记者们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而坐在拜登身后的安田文雄莫迪和阿尔巴尼斯 更是尴尬至极 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那么最终在工作人员慌忙的提醒之下 这个莫迪就尴尬的站起身来走到了这个拜登的旁边 然而啊 拜登的闹剧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接着又出丑了 他就说 印度是一个小国呀 人口很少啊 而且莫迪变成了善良正派的人和好朋友 这样的描述让莫迪脸色非常的难看 但是只能是无奈的打哈哈说啊 谢谢 那么谁也不清楚拜登这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意了 印度明明是一个人口大国 但是现在在拜登的口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小国 而且人很少 那么从他这个逻辑来说 以前的莫迪应该是一个卑劣恶毒的敌人 所以这场峰会啊 本来应该是拜登展现他的政治影响力的一个舞台 但是因为他老年痴呆症的发作呢 变成了一场闹剧 这不仅让美国在国际上是丢尽了颜面 也让外界再次对美国的领导能力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质疑 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会啊 原本是被这个拜登 视为其政治生涯默契的一个重要举措 可以说他是要最后疯狂一把的 但是却以这样的一种滑稽的方式来收场 这也再次的证明啊 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和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终究是难以得逞的 而拜登的这场喜剧表演也将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尴尬的记忆 时刻提醒着人们霸权的衰落和荒唐是不可避免的 好了那么关于拜登的表现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